今天咱们做个不一样的葱花饼 层次特别多,外酥里软的那种 可以拿手抓着这样一丝一丝的吃 200克的面粉,加上两克盐增加筋性 再加上两克的小苏打 用120克40度的温水来和面 搅成这种大的面絮状 加上一点油防粘 然后下手给它揉成一个喷软的面团 我的习惯是备一个小案板 揉成团以后转移到案板上再给它揉光 直接下成四个剂子 拿一个给它整理成椭圆形 准备一个容器 把面接着挂上油 密封松弛至少一个小时 这个时间呢,咱们切点葱花 把它放到碗里 加上一点盐调味 一点花椒碎 再来上一小勺面 先搅和均匀 让面均匀的裹在葱花上 这样的不容易炸糊 趁热倒油,泼出香味 咱们的油酥就做好了 葱香浓郁还特别的绿 看一下醒好的面 它现在呢,延展性变得特别的好 我们轻松给它按扁 抹上一层油酥 然后从一头给它对折 再用刀切成这样的小条 然后打开 它就可以轻松拽到很长很长 从一头给它卷起来 一边卷的一边拽的更长 这样的层次更多 都做好以后从第一个开始按扁 提前预热锅 热锅烙饼才会酥脆而不会发硬 只开底火 盖上盖子小火烙三分钟 要记住越厚的饼越要小火烙 越薄的越要大火 烙到一面上色给它翻面 继续盖盖子 六分钟的时间 其实饼已经熟了 剩下的时间我们要勤翻面 帮助它打开层次 烙着烙着你就会发现 它越来越酥脆 而且层次自己就打开了 这时候就说明熟了 看一下 层次特别多 而且自己都打开了 外皮呢 酥而不硬 里边很软 给它轻轻的一抓 就可以抖成这样的 一丝一丝的了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 千丝饼的家常版 也可以把它理解为 葱花饼的终极版 总之好吃才是硬道理 我是小宁 明天见